嘿,大家好 这个大疆的DJI Mac 我已经使用有将近一年了 一直想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去年夏天我就拍了很多的素材 一直没有剪 现在再做这款产品的分享就有点晚了 我就买了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的二代 打算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的使用体验 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做的类型的视频 能够更好的展示这个产品的特点 DJI Mac和Wireless Go二代 我都是在闲鱼上找经销商买的全新的一拖 虽然两款产品的购买时间 间隔有将近一年 但是购买价格几乎差不多 都是在2000元左右 如果在淘宝上买的话 我看了一下大疆是2200左右 也就是发售价一直很稳定 但是罗德的一拖的标准套装 要2600左右 如果再加上三方的充电盒的话 要将近3000元 罗德由于是国外的品牌 经销售后是有国内的中阴代理的 中间隔了一层 它这个价格透明度和售后的稳定性 就不如大疆这边 就我之前买了 Wireless Go一旦是通过朋友 从国外的渠道购买的 后来出现了充满电 放一段时间 电量就会没有的问题 后来找了国内中阴 这边确实没有办法保修 那就比较遗憾 后来就低价出掉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选的DJI Mac 没有选的Wireless Go二代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建议国内买罗德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一下价格渠道和保修的问题 现在这种消费级别的麦克风 充电盒是比较流行的 罗德它没有官方的充电盒 我买了第三方的配件 做工还可以 大疆是原装的 就带充电盒 体积更小一些 更便携 做工也更精致 盒子里面有一个接收器和两个发射器 以及转接Lighting和Type-C的一个转接头 开盖设备就会自动打开连接 这个很方便 这里我想多说一点 我在正常使用麦克风打开盖子后 就把接收器和发射器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设备是处于关机状态的 它不会自动开机连接 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打开盖子后 等个三四秒 等设备全部点亮再拿出来就可以使用了 其实大疆开机连接这个速度 已经算是很快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下一代可以更快 罗德这边由于它不是原装的充电盒 麦克风只能是通过里面的C孔进行连接 控制充电的方式 也需要你去手动按一下 或者是两下去开启关闭充电 也没有自动开关机 充电盒内部的空间的利用也不算很好 防风毛衣和线材放在里面也不太好 合上盖子 整体的收纳充电盒 这块大径的体验要更好 毕竟这是原生的 罗德的Wireless Go的二代 也是延续了经典的一代的这种小方块的设计 而大疆则是这种长方体的方块 体积会更小一些 GU7大疆的屏幕在侧面 支持热靴的正反插拔 适合自拍Vlog或者是摄影师查看屏幕 罗德的屏幕是在正上方 适合摄影师近距离低角度来监看收音的情况 不如大疆的使用 不过大疆的GU7有个槽点 就是插相机的热靴的地方是可拆卸的设计 有点偏软 在把麦克风拆装到索尼相机上的时候 就有点费力 索尼的热靴接口偏紧 加能的相机会好一点 在交互的设计上 罗德是纯按键的操作 界面也都是图形 上手需要有一定的学习成本 对新手不够友好 我刚拿到罗德的时候 想要切换一体声和单声道的 就摸索了一阵 另外罗德的一些设置的功能 你需要借助APP才能实现 不太方便 大疆的交互主要是通过触摸的操作 简单直观 各种功能的选择展示很直接 所有的设置功能都可以在接收器上完成 这个体验很赞 接口的话 大疆比罗德这边多了一个耳机监听的接口 如果你的相机没有耳机监听接口的话 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发射器这边 大疆看起来要比罗德的更小巧 大疆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 发射器可以通过磁吸挂在衣服上 特别是一些比较保软的衣服的时候 磁吸比直接挂在衣服上更好用 防风毛巾两款麦克风都有这种防脱落的设计 除了常规的按键接口 大疆这边还多了一个主动内录备份音频的按键 说到内录也就是板载的录音 非常经典的功能 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给到一份备份的音频 罗德这边最常可以录制40多个小时的 有压缩的声音文件和7个小时左右的非压缩文件 有24bit的线性录音和32bit的浮点录音 这个级别有32bit确实很强 不过以我这个级别很难听出来 有压缩或者是未压缩 以及24bit和32bit的不同收音的效果 我现在的声音就是罗德板载录音的声音 罗德的这个功能是需要电脑APP选择打开或者是关闭 那在接收器和发射器上没有办法设置 另外录制的声音你需要经过电脑的APP导出 才能使用不够方便 大疆刚开始入手的时候 它并没有开机自动录制的功能 发射器上有主动选择开启内录的按钮 后来大疆更新了固件 也支持了开机自动内录的功能 内置存储最常可以存到14个小时的 24bit WAV可视的音频文件 大疆给的方案更灵活 不过大疆板载录音默认状态下的声音 有点小 你需要加大发射器的增益 在适配性上大疆几乎兼容所有的主流手机 标配配有苹果和安卓的转接头 拆卸安装很方便 像我的运动相机Action 2也支持 罗德的标配它没有提供手机的转接线 需要你另外购买转接头和TRS的手机连接线 在适配扩展性上就不如大疆 不过在我的实际拍摄中 手机运动相机比较少 用到这种无线麦克风 问题也不是很大 另外像安全音轨等一些辅助的功能 两款麦克风都有 大家还有低切的功能 把音质放到最后面 不是说不重要 只是在用了挺多的无线麦克风之后 我觉得大部分消费级别的麦克风的音质 都没有拉开差距 收音最终呈现的结果 跟声音源环境设备的设置 都有很大的关系 视频之前的几段 我分别用这两款麦克风进行收音 也在画面中标注有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听听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 我个人觉得按照我的声音来说 DJI Mac相比罗德的Wireless Go 2代会有点闷 我个人会更喜欢Wireless Go 2代的声音效果 不过这个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问了一些朋友 也有喜欢大疆的 在传输距离和稳定性上 无遮挡环境下 大疆是250米 罗德是200米 我用这两款麦克风 在复杂的环境中测试了一下 有各种遮挡和这种背对收音的情况 虽然没有达到标称的传输距离 但是大疆明显出现更少的断联的情况 传输稳定性也更好 好在两款麦克风 它都有板载的录音 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输不稳定的问题 在续航上官方称大疆是5个小时 搭配充电盒 续航可以达到15个小时 罗德是7个小时 搭配我买的这款充电盒 可以给罗德充满电两次 续航应该可以达到21个小时 就有了充电盒的加持 就在实际的拍摄中 这两款麦克风 基本上不会遇到续航焦虑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在消费级别麦克风 这个领域 两款麦克风都很不错 对我来说 用哪个都不影响我这个层面的创作 甚至我也经常会用到 价格更便宜的 利卡 科迈 萌马等一些品牌的麦克风 罗德确实在收音效果上非常不错 这也是这款麦克风最大的优点 而大疆的优点 就在于各项整体的表现和创新的设计 罗德除了收音表现以外 其他方面跟大疆的DJI Mac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比如收纳充电盒的设计 触摸交互体验 磁吸 内陆的控制 以及扩展性上 大家明显考虑的更全面 用户体验上会更好 另外结合渠道价格 售后这些因素 以及我之前长时间使用过 这两个品牌的麦克风的经历 我自己个人是更愿意使用 大疆的DJI Mac的 这期视频之后 我会把我的罗德的 Wireless Go 2代 放到我的咸鱼频道上出掉 如果是来自于视频的小伙伴 想买的话 老规矩 我会在最低的价格下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优惠 OK 本节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